可不可以 雨停一下下就好 大家剛才看到前面 就知道我們都犯了好事情 我們現在人在基隆的草禁風源 今天本來第一站要來這邊 就是走前線的動作 因為只能有機會 真的常常直接去海邊 直接做下起的動作 所以我們來到這個草禁風源 它算是一個比較是新手的前面 接下來就跟著我的鏡頭 我們就去探索基隆 在下雨的情況之下 有什麼地方可以玩吧 OK Let's go 現在的風浪實在太大了各位 那個風齁 搭到的是嚇死人 很害怕 一路上幾乎認真去看 就是都是拍照點 哇 它整個拍起來很好看 就是一個S型長檔 然後人在那裡 真的有健康的感覺 就是一次嚇死人 一、二、三、三、六、三、六、三、二、三、六、六、八 好嗎 天場 goals 真的好好看喔 各位歉記 氣象在撿爆的時候 就盡量不要去海邊走了 現在整個海況跟海浪的狀況都非常的差 不視你去從事任何的海上的相關運動 即便你有膽成大 不管怎樣都還是以安全為第一 大概可以往上看 我們現在往上走的話 那裡有一個就是101高地 然後它全長是1720公尺 大概步行時間是兩個小時或十分鐘 所以我們現在直接到 主要到這裡101高地 穿多鞋發生 穿多鞋發生 默默的我們已經爬那麼高了 那應該快到了 我相信101高地往下看一定更漂亮 我們已經到達101高地囉 從101高地看出去啊 可以直接看到基隆嶼 然後同時可以看到 和平島 蠻漂亮的 我們從101高地往下走的時候 往下走一直往這邊走 會看到一個四階坪的平台 感覺是一個網美點 對是一個網美點的感覺 那因為它是沿著海岸線的一個步道 然後整個看起來是很漂亮 那你問我要不要走嗎 因為我們剛才走的一段路有點透 誰要不要走 走啊 只要走就走啊 走101高地 我們就這樣莫名其妙 繞了一大圈 不過也不錯啦 剛剛奇奇有說 就是用走的可以把在地的情況看得更清楚 對嗎 對啊 它是旅船 感覺是家裡前面的港 我們現在人到正濱港口的彩虹 然後天氣很給力就是還不錯 沒有下雨就還不錯 沒有下雨就還不錯 這是對宇度的一個評論 你來這邊就是拍拍照 然後你會感覺好像在湖外 我剛才從那邊騎車一路騎過來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我眼睛都離不開這幾個彩虹 它整個設定的 還有在這個觀景台做的還不錯 但是如果太陽的話一定是更好的 那推薦給大家 因為這邊是一個過路過近的一個景點 大部分我們今天走的 因為沒有潛水 就是去 都是走一些大家會來看看的 然後都不用花費喔 不用錢 OK 那我們這邊 看完了 休息結束了 那我們就往下一站去 那下一站在哪邊嗎 聊聊無幾 呵呵呵 OK Let go 晚餐時間 我們在基隆大家一定會來的地方的 廟口夜市 就講個最實話了 我們也沒有去看說 上網看哪一家特別好吃 或誰推薦什麼東西 我想吃什麼買什麼 就跟著我去看吧 聊聊聊 我們已經回到我們的住宿的地方 第一天體驗基隆的一個狀況是這樣子 基隆的單行道真的有夠恐怖 那個單行道那一整條 跟中港我們台上中港路這樣一樣 一整條都是單行道可以直接右轉 真的是超市機的 害我很常在台中是帶著的人 真的很不習慣 所以如果你有來的homies們 記得切記 跟著導航走準沒錯 然後他叫你走的時候 千萬不要猶豫 很酷 OK 那我們待會就休息了 然後我們明天見 掰掰 各位homies們 各位homies們 第二天下大雨 超級長 我們現在眼睛所有的 想要稍微踏出過來的行程 應該全部泡湯了 我們待會先吃東西 然後看雨勢的狀況之後 再決定要去哪邊 其其有說 其實我們是 運氣滿好的 因為正常來說 雨季已經過了 照理說現在是 不怎麼下雨 下禮拜還大太陽喔 待會吃完飯就跟著我的鏡頭 去看看我們第二天 要先來耍廢吧 OK Let's go 我們吃飽啦 我們剛才齁 大家有看到我們吃的東西就是 海鮮火鍋 很棒 超好吃 那是哪一家 你們是在下面留言 在告訴你們 接下來因為要找地方 上廁所全都放過 所以就想說 那最常喝咖啡在哪邊 星巴克 然後Google的時候就發現 有一間星巴克好像 評分蠻高的 所以我們就走過來 我們剛才繞在外面 找超久 就要藏在 一群豪宅裡面 就是由那個什麼 溫泉會館改建 所以看起來 很蠻奢華的感覺 不過還是星巴克 那 廢話不多說了 我大便快出來了 我們進去了 吃沒喝咖啡 休息一下 Go 我們現在人在外木山 當然知道外木山是一個 開放是免費的一個 海域的泳池 這裡本來是我們 規劃最適合潛嶼的 第二站的地方 我們就是來先 探看一下這個狀況 在這邊 希望下一次來的時候 我們就是 打前天 然後我們可以在那邊 最適合地方玩跳水 一定會打 OK 那帶給你們看這些畫面吧 Let go 外木山分為三個區塊 一個是比較 深一點的 要圈起來了 另外一邊可以看到 就是比較 小小池 那個腳站可以站得到的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 比較淺的 練習的地方 那 通常還要再更出去的時候 就是 之前的人會再往外走 現在每個跳 一個跳海平台 在往外走 我相信從那裡出去 不要說太遠 那附近 下潛應該可以看到一些東西 對 好像在這裡就可以看到東西了 所以基劉人都可以 各位這是這裡的沖水設施喔 那為什麼我們在沖呢 因為我剛才跌倒了 哈哈哈 老會老牛 那各位來的時候 走路的時候小心一點 不要像我一樣 就是沒樹葉 然後滑倒 稍微的擦傷 稍微的擦傷 還可以 外木山那個地方可以游泳之外 就是如果你想要踩沙灘的話 可以往這邊移動 這邊周遭應該都是有一些油氣 可以跟著玩 對 那我們就沒有下去了 因為 地板看起來是蠻髒的 而且 我剛才跌倒 哈哈 哈哈 這裡叫做大午白沙灘 他這裡叫大午白沙灘喔 大午白沙灘 各位可以來 還是可以來看看走走 不只是我那邊游泳 你也可以 覺得 不想游泳 想要來享受沙灘的感覺 或許 這樣的一個環境 也是比較 大家可以來看看這樣的 我現在沿路一直騎過來 然後往這邊靠的時候 會發現這裡有一間咖啡廳 叫喵喵咖啡館可以看台 然後這也是我們 今天到這裡的最終站 那其實蠻多人在那邊 坐著喝咖啡看台 那我們帶給大家看這個畫面吧 這兩天的失敗的潛旅 就在那邊結束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 其實天氣一直不佳 我到現在還是撐著上 但是 雨都嘛 對呀 雨都嘛 正常來說就一定要有下雨 才配得起這個沙灘 希望下次即便來它下雨 但是 海向也是平穩 這樣對我們來講說 我們才可以玩到更多 甚至可以看到更多 OK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了 歡迎您訂閱 然後開啟小鈴鐺 愛你們囉 掰 我們剛剛是從一路從那裡 然後慢慢的 爬爬爬爬爬爬過去 然後從這裡這樣繞進來 對呀 會繞進去 我們真的就趴沒有走那個水道了 對 差一點就是把這裡全部走完 好